大家好 歡迎大家回到文傑新時代頻道 我是劉文傑 今天想和大家講一個突發的影片 這個影片就是黎智英今次大禍 因為他又沒有律師用 究竟為什麼呢 稍後會和大家講解一下 然後想講第二件事就是鄭松泰 鄭松泰居然大罵這群黃絲黑暴立場行先 劣幣驅趕這個糧幣 他們差不多是垃圾 為什麼呢 是不是這麼垃圾 帶大家一起去看看 在影片開始之前 希望大家可以分享讚好留言訂閱文傑新時代頻道 記得按鈴鐺 選個全部 大家就不會錯過任何一段影片 首先我們要講一下余若薇和黎智英的關係 一開始的時候文傑就說 今次黎智英就糟糕了 因為他又沒有律師用 計算上次他的很厲害的大律師 就是英國的外國人 他走了不再幫黎智英打官司之後 接火棒的是哪一個呢 就是余若薇 大家都知道這是公民黨的一個 叫做泛暴派的猛人 現在已經做了律師本行 原本他接了黎智英這宗案件去打 但今次就是大件事 余若薇都說要放棄這宗案件 究竟為什麼呢 其實黎智英犯了什麼案件 需要上庭打他有很多 但余若薇接了而不能打那宗案件 是哪一宗案件呢 就在前年2019年8月18日反修例暴動的流水式集會裡 被經批准非法集見案 壹傳媒也是蘋果日報的黎智英 就和另外幾位泛暴派的人士被起訴 案件排在今個月16日開審 但黎智英代表大律師余若薇今天透過社交媒體表示 他在今個月10日出席了一個娛樂的港台節目 和港台節目安排了個發言師有接觸 事後這個發言師確診了新冠肺炎 余若薇被列為緊密接觸者 所以現在要在酒店隔離超過10天 他就表示是因為隔離的情況出現了 所以2月16日黎智英上庭不能代表他去打官司 余若薇在社交網站表示 因為農曆新年假後有兩宗官司要上庭 所以在2月10日提早到香港電台錄影時政節目 但事後收到通知當天幫他設計發言師 在11日第二天確診了 所以他就是緊密接觸者 他自己更加爺餘說 中頭獎禮物是否這個情人節免費 酒店10天套餐 不知道他會不會有更大的頭獎 可能是醫院20天套餐給他 不知道 他覺得這麼開心可能會令他更開心 不過余若薇在鐵紋裏說 有關的髮型設計 當時只用了5分鐘左右 全程兩人都戴了口罩 防護中心亦指 和確診者接觸15分鐘 會被列為一個緊密接觸者 這只是其中一個判斷 要視乎一切狀況 全部都是由醫生專業判斷 他是不是密切接觸者 其實什麼叫接觸15分鐘 即是我本身跟你在街上 在街上相遇 聊了15分鐘 這一個月就是這樣接觸者 5分鐘就未必算 但是為什麼余若未算 因為那是一個密閉式的空間 在空間裡 那個發言師其實逗留在那裏 也不止15分鐘 逗留在那裏是全日禁制 不停設定發言 所以他進去那個地方 雖然他說短短的接觸5分鐘 但是他進去那裏其實不止5分鐘 還有那個發言師存在在那裏其實不止5分鐘 所以他也是一個緊密的接觸者 現在黎智英就是在赤柱監獄還押 受審後審 未來日子裡面如果沒有余若未去幫他打 我也不知道他找誰幫他打 可能就是找李柱銘那些幫他打 但是如果他現在第一個首選是余若未 相信余若未的能力應該是會被 在港的暫時所接觸所認識的其他人 是更加值得順賴的 第二件事就說一說 鄭松泰就是罵這些黃絲黑暴 黃店這些東西是劣幣驅逐糧幣 是垃圾 事源是什麼呢 就是我們早前抽水抽到水塘都乾 黃店盤菜貨不對版的事件 這件事件就是有一間初見公司賣盤菜 賣完之後一些錢會給手足 很多人都說他貨不對版 錢會收收 送貨就沒有影 然後初見這間公司的年日來 就不斷貼出道歉的啟示 但是一些網民也是拒絕收貨 也說這間店已經誠信被破產 當中也有很多不同的資料資訊 他們原來是有串謀地去偷工減料 這些都是很封存的 在網上也有一些傳聞指出 他們說就著這次盤菜偷工減料事件 已經賺取過百萬 是百多萬的收入 真的厲害 兩個星期賺百多萬 真的收黑錢都不知道 沒有你們收得那麼快 當然如果是眾籌黑食就例外 我們熱血公民 造成熱狗的現在還在立法會 幸存的一個反暴派的人物 當然他就不認了 他說他自己是建制派 鄭松泰 他就在Facebook那裡 就貼文就說 喂 就在問這幫黃色經濟圈的人 就說你捱得過今晚 捱不捱得過今年 就說這幫黃色經濟圈的東西 他就說 現在就有什麼黃色 還要發酸酥臭的盆菜 之後會不會還有黃色朱古力 那些是不是G 如果那些是B 那些為什麼 之後會不會還有黃色朱古力 你加什麼 會不會還有黃色月餅 美食天堂的美羽 就接種而來 直戚這幫黃友就說 凡是立場行先 難得思考 自然會劣幣驅逐這個良幣 我不知道什麼是劣幣 我也不知道他所說的是什麼良幣 我只知道初見的黃色經濟盤菜圈 他自己的盤菜有什麼法菜 鮑魚 大蝦 花膠等18種材料 但收到盤菜之後就是貨不對版 大量的盤菜大家可能過完這次農曆新年之後 全香港市民甚至乎全中國全世界市民都知道什麼叫盤菜 就是整盤都是菜 沒錯 然後上面鋪一大股魚蛋 放一個即食一罐的罐頭鮑魚下去 再放幾條不知什麼東西的東西 那些什麼獅子狗還是什麼東西 再加上咖哩角 春犬那些下去 然後炒一碟 拌下去 不用熟的 然後水也不用給它 汁也不用給它 有的有的 如果高級一點就切兩片煙鴨胸下去 東西就是全面合璧 然後就不用撈汁 叫他們乾蒸食物就可以吃了 還有這些盤菜有些網民說收到之後就是宣宿加甲臭 有一些市民吃完之後還要看醫生 這個初見公司當然說會處理 但是處理是不是真的會處理了 原來很多人都說又不退貨又什麼 然後又說收不到盤菜 接著就說要退錢 他就說退錢 但是轉過頭第二天就不是退錢 就是送一個臭盤菜給他 令到很多的一些黃友很慘 度過一個孫叔 臭而且會吃到病的農曆新年 沒有辦法 人王就是這樣 生活也是比較慘 有網民就說這一壇事情就告訴你們 你們真真正正犯了法之後你們的生活體驗是怎樣 或者你們走到外國之後你們什麼都要吃 比你都要吃 新年流流 所以就是這些黃色經濟圈 就是幫他們更加快地去接受他們將來的日子和生活 就是會變成這樣 很多的朋友又說這一盤的盤菜 就是這個菜和魚蛋的放題 四個人的份量等於兩個人的份量 初見就說補獲的 又開始電話服務專線 一個電話就是一條專線 但是就有無數人打過去 當然當然是打不到 有很多顧客就說那些盤菜不見蹤影 負責運輸的那間公司叫做幫你美食速遞 就是看到初見就好像很大鑊 將這個責任全部射走 全部不關他們的事 他們只是負責送貨 最多幫顧客追一下初見 追他們還款 退款和退款 他又說這間初見 就說成立日後會嚴選 供應商和會改善發貨的流程 交收等等安排等等 希望大家接受 但是是不是大家會接受 抽了一年夠不夠 難道要多抽兩三年嗎 但這間初見公司的盤菜 究竟是一盤都是菜 和那幾顆魚蛋值多少錢 原來二人份量就是350元 四至五人份量 和六至八人份量就是賣六百九十八 即乘成七個水 和一千零三十八 很厲害 在街邊刷魚蛋我不用你這麼多 我斬你一個數目 已經足夠你刷魚蛋和菜的價錢 而且別人附送咖喱味 甜醬和很多醬汁 他那些是白色的魚蛋 什麼味都沒有 很厲害 非常之厲害 有些網民說 不是吧 你是否把整盤盤菜 吃完之後再拍照 然後放上去 他們的出品 這句話真是相盡人心 相盡黃人的心 鄭松泰在社交網站貼文說 黃店宣盤菜這件事典 令黃絲黃店之間的爭拗不斷 食理念不分化的聲音不絕 新精頭真的很傷和氣 所以他們在晚上指示的時候 就出一個社交網站的status 就說迎接赤口 很明顯就是他不是打算修補他們之間的裂口 或者是他們之間的赤口的爭拗 很明顯就是抽水 鄭松泰也說這些人繼續稱他們是母腦 又說他們表示他裡面言語之間都是說他們沒什麼用 又說只是吃政治吃理念沒什麼意思 又說這些什麼不分化的東西 就是是不是說真的 是不是真的不分化呢 喂 有一盤的盤菜就看得到你們這些傢伙 是見利忘義 就是完全是顧及著自己的銀包 喂 你好像黃之鋒那些一晚九次 你應該是這樣說的 喂 九次就是九次 給了就給了 你當捐給手足也要捐 你投訴這麼多東西做什麼 所以沒錯 他們投訴就是他們的錯 這些就是黃人本色 好了 今天的時間就差不多了 在影片完結之前 希望大家可以分享讚好留言訂閱文潔新時代頻道 記得按鈴鐺 選個全部 這樣大家就不會錯過任何一段影片 我們下次再見 祝大家情人節快樂 有情人忠誠眷屬